肥胖患者如果合并有打呼噜 也就是合并我们医学上说的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针的话 我们建议患者首先的话 要到正规的医院的话 去进行一个检查 那么做一个睡眠呼吸的一个测试 那么这个测试的话 可以分析出您在整个睡眠时间 里头它有多少的话 有出现这种睡眠呼吸暂停 就是阻塞性通膝障碍的这种情况 那么做了一个科学的评估以后的话 那么就需要去进行下一步的一个治疗了 如果首先的话 我们会建议患者的话 控制一下体重 那么因为我们体重越重的话 实际上我们这种气道的那种压力是越大的 所以我们把体重控制住以后 比如说体重有充分的下降以后的话 我们整个口眼部的结构呀 腹部的结构啊 都发生改变以后 我们的这个通气的话 会得到明显的改善 那么在这个同时的话 如果在做睡眠呼吸监测的过程中 呼吸暂停的情况非常明显 我们建议大家的话 可能要配合一个 辅助一个呼吸机的一个治疗 那么呼吸机的话 在睡眠的状态下 会帮助大家 形成一个通畅的一个通气一个过程 会缓解这种 睡眠呼吸暂停 带来的缺血缺氧的一个情况 然后会使得 缺血缺氧改善以后的话 那白天的精神状态 也会得到明显的改善 感谢观看